包文静的婚鞋,张欣逸的婚鞋,连欣如的婚鞋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 如果说,白雪公主在穿上水晶鞋的那一刻,才真正的脱胎换骨,焕发出深藏许久的美丽。 那么,新娘在晨起梳妆,穿上婚鞋的那一刻,才是最迷人,最性感的瞬间。 她透着一股不可言说的爱恋,小女人的羞涩和对未来的无尽期许。 今天就和小编一起看看一下几位女神的婚鞋吧。包文静的婚鞋。 之前提到包文静与包贝尔大家可能对她们不太了解。 虽然两人也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,但是好像一直都不太出名。 自从两人的女儿饺子出现在迎评上,大家对她们才逐渐熟悉。 包文静在节目中多次提到自己对包贝尔的仰慕,觉得包贝尔是最帅最有魅力的男人。 可见包文静有多爱包贝尔。 包贝尔在巴黎岛打婚,给新娘包文静送的兔子形状婚鞋,居然就是3D打印出来的。 另外还有300多位嘉宾白色力服上别的胸针,也是3D打印出来的。 估计这是明星时尚圈人士首次在婚礼上大量使用3D打印技术。 包文静的婚鞋,张欣逸的婚鞋,连欣如的婚鞋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 张欣逸的婚鞋。 原红张欣逸在德国举行婚礼,红绿搭配的中式礼服以及主婚纱都为劳伦斯许品牌,婚礼过程所穿的婚鞋都是Jimmy Chu。 新娘的中式礼服是为范冰冰定制过甲带龙袍的品牌劳伦斯许。 Lawrence,Gzoo,红绿搭配的颜色充满喜气。 以明代凤观点萃为设计灵感,一袭复古的大红色长裙,加上绣制,镶嵌的珍珠宝石,纯手工缝制巨细历十三月之九。 整体造型古典优雅,独具文艺气息,中式婚鞋,镂空设计,喜庆明快。 包文静的婚鞋,张新逸的婚鞋,林心如的婚鞋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 林心如的婚鞋,巴黎岛见证了很多明星的婚礼,而之前上演的花心夫妇大婚,更是博得了无数人的好感。 西如在婚鞋的选择上,几乎就是清一色经典款,耐抗耐穿。 周氏礼服,搭配的则是Salvatore Ferragamo最富盛名的Ferragamo Creations博物馆系列鞋语,独具温柔婉约气质。 鞋语上的精湛的串竹与刺修不易与礼服相得一张,一骨一金。 包文静的婚鞋,张新逸的婚鞋,林心如的婚鞋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 三位对比下来,明显林心如更胜一筹,据悉林心如的婚鞋全球限制150双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对此,你怎么看?